鮮紅色草莓在陽光下看起來酸甜多汁 過年期間採草莓形成超熱門 但看看遊客的籃子裡空空如夜 會不會覺得很少 有一點 你們繞多久了 我看你好像也沒跳到幾顆 成熟的草莓需要耐心尋找 因為從除夕到除四 大湖就湧進二十多萬名遊客 又碰上草莓結果不好 產量少 草莓快被採光光 還好 反正就過年吧 還是進來看看多種 通往大湖的台三線公路 每天車潮都很驚人 從早塞到晚 不過民眾別擔心 農民預估年假結束後 到元宵節這段期間 結果數量將會大爆增 品質又好 價格有望下降 出伏的話大概在三天五天 陸續紅色的果實又會再出來了 同樣是苗栗的超航景點 通宵經驗場設置海洋溫泉泡腳區 遊客雙腳暖了 全身也跟著舒服起來 就是腳身體會暖和嘛 對 血液比較循環 水資源再利用 食用製鹽過程中產生的熱水 提供遊客泡腳 正巧碰盛寒流 初一到初六吸引破一萬兩千人造訪 成了新的打卡景點 記者 彭志銘還是姓李雲杰 SNG 苗栗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receber 兔子 兔婦